草伦镇新丰社区每到节庆时都会提早庆祝 而这次庆祝端午节活动时 还有社区里的长辈与学子参与包粽子 场面相当温馨感人 透过长辈的教导让只会吃粽子的学子们 渐渐的学会如何包出既漂亮大小又刚好的粽子 我们这个端午节 大家以前一家的鸡肉都会来摆检 现在是都摆检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社区来做这个活动 我们就特别我们古早的民宿就会参与 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最重要的传承 传承这个古早的记忆 技术的新极端 可以来教这些孩子 让我们的技术可以继续下去 透过长辈一对一的教学 让来参与的学子都很迅速的学会 如何包好一颗粽子的技巧 以前也是都看阿嬷在包而已 第一次有亲手体验这个传统的包肉粽 体验那个有传统过节的气氛 是一个还蛮棒的体验 知道肉粽是怎么做出来 怎么凹成那个那么漂亮的四角形 以前都只会吃粽子 然后第一次来体验包粽子觉得很有趣 就会有社区阿嬷一对一教学会让我 更快速学会包粽子 理事长相当用心 让学子体验包粽子的过程 也借此传承传统记忆与习俗 今天我们社区很用心 他来教导我们这些年轻人 我感觉让他们参与 还融入端午节的气氛 各种浓厚 看来四个人很高兴 大家大大小的都带牌肉粽子 撒肉粽 吃肉粽 这么浓厚的气氛 一定要一直延续下去 少壮派都来献与参与 来献与肉粽子 我们希望这个肉粽 这个技术 这个文化 这个食促 方向 可以延续下去 所以我们社区理事长 老公理事长 很用心 现场来做这个 基督传承 让我们这些小孩 来现场来学习 期许透过端午节的节庆 可以让传统的习俗 借此传承 也让传统记忆 传统美食得以永续流传 记者李永生 草屯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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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